你們來看也沒有說是文化古蹟 結果到今天大家整合完了 已經要送箭了 你們只要說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真的老一輩子聽到這個消息 真的掉淚 所以說我圓你們去看那一天 真的我們有也許稍微激動 但是我們是表達我們數十年來的不滿 因為可以的都往外搬了 迪瓦鐵整個從一段到二段 迪瓦鐵一段就在你興盛 什麼文創 清創 熱鬧噴噴 但是當你從台北橋下走到迪瓦鐵二段 死氣沉沉 真的 所以說我圓你們可以依照你們的邏輯 你們去想一想這一塊地整起來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地方更加興盛 更加繁榮 人口會更加的迴距 迴隆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請陳振榮先生 歡迎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也是36號的住戶 我也是在那邊出生長大的 在那邊過了六十幾年的歲月 我們最困擾的一個事情就是 房子的一個安全 對我們住戶的一個人身安全的部分 內人常常在煮菜的時候 在燒菜的時候 那個水泥塊會整個垮下來 會掉下來 尤其那個樹根它膨脹了以後 那個水泥塊就整個被蹭開了 那只要稍微地震 或是下大雨的時候 就很容易有發生這種掉落 經常有時候睡到半夜就會 天花板就會垮一塊下來這樣子 所以對我們人身安全 我們只是 如果沒有能力 我們早就會離開那個地方了 那因為能力有限 我本來也已經退休了 也沒有多餘的能力能夠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只能定天由命 也希望說在考慮整個文資的這個 文化保存的這個價值 跟人生本身的安全 還有居住品質的各方面的條件 請各位委員能夠去做一個衡量 那畢竟我們那個二段那個地方 它也不是像提花界一段 它有整洞 有整條街這樣的一個 資產的價值 我們就不過是一棟 那幾個破磚 這個還保留著 那讓我們這些居民 必須要這樣忍受這種安全的困擾 所以希望這個大家能夠 將心比心地去考慮 整個發展的計畫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林曾春梅女士 來發言 我說台語 看到北路二段九號 我知道 我感覺到那些文化什麼保存 房子都塌下來 其實不是說我沒有同意翻 因為這件衣服要去到二十幾棟 然後台語要去到二十幾棟 我才會給我們三平幾個土地 他才會給我們十幾棟 所以我知道 所以每一棟都要去到五棟 因為我覺得這樣 對我們好像十幾棟 以前 只要去到二十幾棟 只要去到十幾棟 要去到十幾棟 就要給我們十四棟 三棟幾個土地 換到樓頂 地上 地上有樓頂 十幾棟 對我們來說 我們感覺沒有公平 你知道嗎 而且我感覺我們這樣吃虧 所以我這裡都開虧 都沒虧 不然我是有同意途徑 不是我同意途徑 這棟山 要這棟山 這大棟 這棟山 有這麼多棟 有這麼多棟 我們成就 這樣啦 這樣啦 會這樣萬一啦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以上有六位發言 我請教一下那個 吳若平里長 有沒有要發言 還有這個 葉林船副醫長辦公室的陳主任 沒有 沒有 OK 好 那各位還沒有表達意見的 沒有 好 請各位委員來表達意見 好 來 請 請 請 各位鄉親 我們當天有去現場看 那 如果這個房子把它拆掉 不要讓你們做肚羹 但是呢 我們是希望說 你那個笛化節的連接的意象 都在這裡大 以前的層樓 我知道 我就照顏 留一些 我們以前比較大 甚至於你現在有留下來的 這個地面 那旁邊要去多少錢 要給你們去參與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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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建築師 你們現在要開發 要烏根的地方 是不是你畫有顏色的地方 是的 你的範圍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得出來 對不起 你說範圍嗎 對 你現在要 我們現在範圍其實就是有顏色的地方 但是包含我們前面那個有一個白色跟 左邊的是 左邊的外面的大馬路就是黃河北路 那我們現在那個L型的那個 有顏色跟兩塊小塊跟大塊 中間L型的馬路也是在我們基地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完整的一塊 所以包光內橋 應該是 我們還有到達下面 就是 你可以出來一下進去 所以這個圖不太清楚 有沒有更清楚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 到下面的一個論文下 是這樣一個方法 對 那應該畫清楚 我們這樣看不出來 到底整個基地是什麼 所以你包包這一條對不對 對 這個我們會併進來 那剛好我們現在的是在中間 卡在中間這兩邊 所以它會把這基地分割成兩半 好 那你有沒有一個圖 你們未來要變什麼樣子 你們應該有設計圖了吧 至少配置 我們都有 可是我們這樣 我們看不到 因為我們今天並沒有受到訓練 是針對我們的後 不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建築師 你們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段 要做都市更新 你對環境要有感覺 不是說 我今天其實問地號 問是不是古蹟而已嗎 對不起 因為我昨天真的走了整篇去看了 那沒有錯 我覺得他們提的我都很認同 因為說實在 我自己的親戚也住迪化階段 那過了民權西路是兩個世界 真的是兩個世界 可是我們也真的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都市發展局 對這樣一個台北是這麼重要的地塊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好像沒有立場 所以才會輪為說北段這邊 一段這邊慢慢慢慢好的 過了民權西路就變這個樣子 這不能怪居民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今天提出來這樣 是因為我昨天特別看了這一些 是這兩棟 這兩棟為什麼突然之間又被欺騷 冷水泥溪 我覺得這是對至少對法令 對政府是一個挑戰 是不尊重 要把環境做好我們都認同 包括那個教櫃還有這個corner 這邊還有一個廟 但是如果你仔細走 走到最後看到現在很多都更的地方 它對外部的開放空間 跟現有的文理其實是不注重的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這條線是什麼 你們未來的規劃 到底你知道每一個這邊像那種 可以看到 當然如果剛剛看到水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環境 可是你就未來也是感覺不到以前 環河北路 環河南路 有水門跟淡水河傳允的關係 跟米氏的關係 這一點我覺得至少我們想知道 這完整的狀況以上 我覺得那是不是說 我們環河有需要的話 我們再補充這個資料 因為我們目前這個整案子並沒有送件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認為 它可能只是在這裏有過程 在這裏有過程 至少被認定 現在要列為 經過利益的這兩個計劃 在這裏部分 好 謝謝 來 這個都發局 那個表達一些意見 因為剛才層級民眾應該表達 應該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他們其實確實是有都更的需求 那都更的需求之外 這應該不是文資委員會的權責 但是都更有都更的程序 但是文資委員會可以協助的就是說 目前在這個案子 如果說文資給他一個身份 一個定位 那我們都市計畫法跟建築法 可以往下去 去紀錄師園做設計 那至於其實這一邊在大同通檢的時候 其實有整個去納戶考量 包括那個迪化街二段 他包括在東側其實有一些是 目前的文理是佔用道路的狀況 所以其實很需要 我們那個客單位來協助就是說 給他一個定位 我們到底是要保留這樣文理呢 還是說給他一個身份 他可以做其他的配置的移動 其實這個都是很多的 那有了這樣的定位之後 建築師跟民眾才能繼續往下走 那有利件跟補給身份 民眾可以拿到的利益是什麼 例如說他可以補給榮儀 或是利件他有一些稅付減免 其實這都比一般直接拆掉 再去談都更他可能條件好很多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要協助去跟居民說的部分 那剛才建築師說 他還有擴到那個黃河北路的那個部分 其實還是要麻煩建築師檢討 民間建築縣的範圍 這樣才能比較精準的告訴居民 好 來 那個剛才詹惟有問了一個問題 那個建築師沒有回答 說未來在設計上 有沒有可能把這個 那種立面怎麼樣去呈現 保存那個立面 剛剛詹惟的意見也沒有回答 這個我們會慎重列入考慮 將來在規劃的時候會有幾次考慮問題 謝謝 好來 詹惟 謝謝委員 詹惟善 我想不管是都更也好 都是最壞也好 都是為了提升都市的社會 我們文化至少的保存 是認為這個地方 它有過去的歷史 它有過去不管是建築的價值 或歷史的價值都可以 在迪外街一段跟二段最大的區別 是一段它有一個特定保存區 所以它即使修復 或者它的更新以後 它可以享受條件 遠比二段好 二段它如果要比一段來做的話 再想它是純粹的做下去 它沒有很好有些營業的情況 它保留的啟動 保留幹什麼 我們現在又住在區的環境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要請都方局要從長考慮 你說要比照一段適當的困難 你這個現在它的土地使用 或者它的一些條件都在這裏上 所以我的建議是不是這個部分 如果說都方局他們能夠從長自己的考量 它能夠有一些條件 我們當然不去渴望 要完全是等於一段 但至少它也可以享受 一段的某些優問條件 這樣去做環保存才有利益 我們今天只要求建築師 你比照一段去設計 設計來看 結果居民在使用 它沒辦法享受一段 所以我想這個案子 我想是不是 因為今天只是說要不要列車 我想我們暫時是把這個案子先動結起來 因為我想跟居民要說明 我們並不是說要再過 我們是希望能夠更有利的條件 替居民作響 這個議案將來怎麼用 然後我們非常單純去做都方式 那都方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讀人 然後不是說把它拆掉從我們看 法威脫哥的例如有很多種不同 這個發明是釋放的 可能確認一下 謝謝 好 那個歇尾剛剛那個建議非常重要 所以都發局要從這個 剛才歇尾給你的這個意見 去做整體的思考 不是只有丟給我們之為 這個都發局本身要去想個問題 你說明 我剛才要答就是說 其實要先有一個身分定位 那你才能理得出準則 所以如果說它現在只是一般的建築物 它依照住宅區 它其實是要退前院的 所以如果在文資委員會可以著力的是 我們現在去討論它的身分及保存的項目 這樣才有可能再繼續往下走 它也不會動到都是計畫的程序 我才是非常反對的動作 因為基本上都市計畫 我想你們都學都市計畫出身 都市計畫考量的就是歷史 就是我們的都市的歷史 我們不能說我們完全造一個形式證 你是用空白的意見 高清化三元區 高清化三元區 你的道路說 我這道路住在站的道路 道路圈還是住在站的 原來這個歷史建築已經在這個地方了 你把這個道路跨在站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都市計畫 第一步是說 那到以前沒有文化市場考量法 那這個都市計畫 我們找到今天應該要好好去思考 好 謝謝協委 來 那個田副局長 周明 好 跟那個主席委員的報告 那這個還是從它的來龍去脈來看 它本來列策的只有我們今天介紹的動六動棋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沒有列策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在有都跟需求的狀況下 然後處分的時候會先進行去看兩棟列策的會看 那在兩棟列策的會看的情況下 第一次的委員其實覺得這個地方大概從土地宮廟到這個 現在各位看到的範圍 可能都是當時的歷史文化上的大橋北段的一個區域 但是也要跟各位報告 其實二十年前就在討論大橋北段的事情 其實當時就沒有列為保存區 那這個計畫其實在這幾年還把這邊列在都跟範圍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除了這兩棟我們必須說它稍微比較完整 當然裡面有一些地方大致上這個區域範圍內的屋都改建 以及有一些損毀的狀況 所以這一次還是要請委員回到一個議題上台討論 就是今天在討論的是十四條 要認定的是整個區域範圍 在今天是不是都有價值 然後才進入列策不列策 或是進入審議程序 其實它是這樣的一個三個過程 那也要跟委員講 其實我們去翻掉資料 二十年來 進駐在這個區域想要協調 讓它成為保存區 我看到都發局有作業 但是一直都沒有成功 包括劉興隆老師最近一百零七年 還在做 所以在今天其實所有權分是有 在它財產權處分上的 它有這樣的一個憲法權力 所以它可以送進來 可能老師也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人民權利之下 其實不是文化局能看 而是依文之法文化局只有這個實點能夠看 所以要跟老師講 二十年來確實做過都市計畫保存上的 但是沒有成功 所以今天它會送財產權處分的事情進來 那最後還是要跟老師講 其實有老師說希望全區聚落 我必須要講就是聚落其實也沒有隆跡移轉 現在看起來要超越南區的保存區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底化階的部分 它必須是乳基 它才有這樣的一個隆跡移轉的價值 大概做比較持平的分析 請老師還是要回到十四條的判斷 好 謝謝以上的這個說明 各位還有其他的意見 好 如果沒有我們現在來進行意見表 好 那個請文化局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意見表的一個等一下填的時候 我們來說明一下 好 謝謝 現在老師請我頭上的那個票單 就是麻煩老師在這個同意 同意動別一到十六集中傳序 或同意動別一到五 八到十六與列車動別六到七 委屈列車跟同意動別一到五 八到十六不與列車追蹤 跟動別六到七解除列車追蹤 這三個選項裡面只可以選 其中一項 那如果是這三種方案 都沒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是把三 就是把同意票數的 就是把它刪除 然後就再投票一次 那不用麻煩委員 好 來 那個委員有意見 來先來 這幾位 大概有多數論 會比較 第一個 第二個 他當年他有大道指定部分 在發展上面 所以呢 他在 登庫考量 就是上門徐指來考量 這個 所以當初做 在做大道指定區的時候呢 那為什麼把這一步刪掉 因為空間上虛格吧 因為台北小的關係 把它分成沒有物質 所以就沒去考量 那 所以再重新再看這個地方呢 剛剛也去過幾次了 這個 大概這一站 我們同一個廟 就是這邊 這邊有一個子嬌廟 那這邊到過來就是 主要這一站 那到北邊這個 剛剛 我們覺得他現在要會出一個 叫做大橋教會 那在這一站的文藝 看來都是 都是標準的 定覆的形式 所以在這裡 這個實際上 應該會有 所以整體考量 但是一棟考量好 那自己要怎麼定位呢 這個 我想我們今天 這個整體範圍 來看一下 但是如果是針對 這 現在看到 一到 編號一到十六 當然比較簡單 因為他的 他的開發 目前的開發小部分